哈喽 神奇恩来啦 我这个就是母牌的医生 但是不用害怕 我不时来帮人家看医病 帮我自己医病 帮我扎人医病 怎么简单 大概我跟你说 真的很巧合 真的很巧合 我大概十几年前 我买了一部鸡 这种鸡呢 其实我没有想到买这种鸡 我认识了一个伤害的朋友 他告诉我 阿芳 你应该买好的东西来用 用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 还有你看医生怎么贵啦 什么什么 说很多东西 你用的东西也用得很好的东西 不用买一袋子 用一袋子 就丢了 所以他告诉我 那我就很值得 我以前买一袋子 弄掉了 后来就买到另一部鸡 这部鸡呢 以前是按摩的 这种鸡就是定了的 我不知道它怎么好用 你听起来 你不肯相信 我的孩子 真的很巧合 大概十几年前 我的女儿突然间生蜂窝 其实翻蜂窝 我很值得 就是蜂窝 整个身体一块块块块块块的 咬出来 没办法 自然的 然后我就 因为有一个小女儿 要他看一个专科 已经颇了医生 自使 要住了 明天 所以我当晚真的很值很值 知道我真的爆炸了 那夜抹我女儿了 哎哟 为什么迟不走 走不走 为什么你等着明天要看专科 你才来 你新一新的蜂窝 所以后来我真的很喜欢 我买的蜂窝 真的两个蜂窝 那我买了我买青鸟 那我就 你买青鸟 什麽买青鸟 后来就在纸上头 我抹了一端子 你用 其实我没有用这种蜂窝 这个就是酱水 這種薑水雖然有糖的 但沒辦法 因為沒糖也沒所謂 我絕對沒所謂了 因為我就是這兩包薑水 當年我沒有用這部汁 也就是喝兩包薑水 露我們風磨 我幫幾個女兒喝了之後 喝兩包濃熟的小杯就夠了 大約5個湯匙這樣 喝水 濃熟了 然後打一部汁 打一部汁 打一部汁 怎麼打呢 這部汁本來我叫我們捉到的 我不需要捉 捉不好 因為我們要血循環 用一雙腳推到整個身體循環 很好笑 這些東西我都懂 後來大概幾年前我聽到中醫說 如果捉到封鎖 你說最重要是你的血 要它弄後你的血循環 所以你說我連這種東西都可以捉得到 所以變成我企業對你說 然後我就怎麼租呢 我就開了兩包薑水之後 我就拆到我要彈在這裏 我拿個枕頭 要怎麼租呢 這部汁本就放到桌子 塗下去 因為來到這裏 不能夠推到床先 我就把那部汁壓在旁邊 然後把枕頭推到旁邊 然後把枕頭推到旁邊 然後把枕頭好一點 好一點 好一點 你好一點 好一點 就要先把枕頭推到旁邊 這部枕很簡單 你看到指多個道數 我先把枕頭推到旁邊 然後我需要三十分鐘 OK 要得到幾度 我要帶它慢慢增強 看你過領之後 有些人會碰得很厲害 然後我把腳放在旁邊 有感覺了 我就想可以麻痺了 然後呢 因為腳是分離的 然後呢 把這個皮膛撞進這個腳 撞進去 撞進去 去旁邊 定住那個位置 然後把一個人 其實一個人可以動手的 然後把自己摔下去 然後把自己摔下去 大概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之後呢 就喝點水了 然後小便來睡覺 尤其是橫上租 譬如說你日清日租 到你橫上的時候 一租出來睡覺 嘩 真的不相信 我浪費時間 我不相信 當我走上那天 大概七點多走上 我女兒大概兩點多 患上兩點多 做療了之後 那我走上的病 帶她微微看醫生 那我就問她 你有沒有問題 我的女兒都告訴我 她說沒問題了 好療了 我又不相信 又沒辦法 你又趕著出去 她說沒事就沒事了 沒辦法了 我就走了 回到家裡 又問她 你有沒有問題 她說媽媽 我好療了 我看到她 整個身體的瘋窩 哇 我真的很開心 後來又一次 亂動我了 我自己了 整身的瘋窩 可能我找我自己做一種鮮品 為什麼呢 我不相信真的怎麼好用 我不用它 我完全不用它 我完全不用它 然後我就吃那種 醬水 醬水瘋 你撇去哪裡 沒關係 爸爸包你醬水 我喝酒 晚上睡覺 哎呀 不甜 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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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整個身體味道腥了 後來睡著了 睡著了 你以為真的睡得久了 睡不著 到我 然後頭上牆會增長 後來還受不了 我還受不了 我看了幾個人 四個小時 哇 後來又沒有辦法了 我說 真的拿你補汁不行 我一定要拿你方用 當我用過了之後 你不肯相信 好癢啦 好癢啦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很慣用 所以 如果 很多人都說,什麼不合用,哪樣不合用 其實你們不懂得的方法,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最後你用的時候,要多試很多次的方法 要多試用什麼東西來配合它 剛才我說,用一種精水來配合它,開了水 因為令到我們整個身體一種冷,一種水,一種汗水就跑出來 令到它全身體的水要循環 為什麼我說你們要躺下來呢? 就是很簡單,用我的腳,因為我們坐在那裡 是不可能做得到的,為什麼? 就很簡單,因為我們坐在那裡來說 你看,那隻腳來到這邊 如果我當這部手是姿勢 你看,如果做的時候,只要來到這邊 不能夠推全身體 就算我用這個方法,可以令到你睡在那裡 整個身體推它,真的沒有騙你 尤其是我自己的體驗,我的女兒的體驗 哇,做一次就夠了 只不過我們,不夠 做多兩三次比較安全 所以變成我,就是這樣,又發明了 不只省錢,未必看醫生看得到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就覺得,有些時候 如果我們的方法是做得對的,做得好的 其實是很多東西能夠幫助到我們 要怎麼解決我們生活 遇到的困難,遇到的問題 生病也好,用的東西也好 所以變成我們好好過分我們的生活 所以我們想一下,其實每一個人生活不一樣 可能有些人看起來,我們要不要這樣做 這就是過年的時分,對不對 我的時分就是用方法幫助自己解決 生活一次的問題,比較快樂一點的 OK,拜拜 如果你們覺得好的,給一個電影給我 謝謝你們,拜拜